人死後未必成為鬼 佛經上說 人類在受盡命中之後 必然憑著過去世和現在世中 所做的善惡業力支配 如投生在六道之中 六道是天道、阿修羅道、人道、畜生道、 軌道、地獄道 在人死後,到未投生六道前 這個階段中所保有的悉身生命 叫做中陰身 中陰身的壽命最短近一刹那之間 而最長有七七四十九日 在這四十九日之內 每七日變化一次 在最初的七日中 他還能夠記憶變形生前的事物 過了七日 就漸漸淡亡 所以人死後 最好在七日內多做佛教功德 例如縱經、拜慘、放嚴口等等 令中陰身可以聽經 以在生人縱經的虔誠心和功德 改善中陰身投生的去處 中陰身的形狀有三四尺高 據說有陰陽眼的人有時可以見到中陰身 中陰身所接觸的境界 就好像是全宇宙只有一片白茫茫的大霧 隆罩著 除此之外一無所見 他以迷惘無主的心情 飄忽彷徨 一直到遇見有緣的父母交合時 產生一道光明 中陰身見到光明 深深歡喜 刹那之間投靠 無論是距離多遠或多近 立刻就投進母胎 不過所遇合的父母 不一定都是男女人類 有時亦可能是鬼類、畜類 究竟屬於何類 要視乎中陰身的業力而定 當人死亡之後 前五色的眼色先壞 即是眼最先失卻作用 鼻的臭覺 蝕的味覺 身的觸覺 亦似地變壞 失了觀感的作用 意識最後才壞 甚至於氣絕身亡之後 耳仲可以聽聞 所以首陵驗經說 南嚴浮堤眾生已根聚利 人死後的色神 是第八色阿賴耶色 是最後脫離屍身 而轉為中陰身的 八色規矩頌裡說 受婚持種根身器 去後來先作主公 翻 version